聽說東星的脆肉丸就非常之正啦 我今天特地就過來這裡試一下 誰知就花了30萬 究竟是甚麼原因 我們一齊去看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龍騰國際的ISAC 歡迎收看灣區資訊在手 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和分享 今天我就來到東星脆肉丸之鄉 應該是改口了 叫這個新小嵐 因為已經有文件早就發出七類 在7月19日東星合併為新小嵐 看小嵐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每家每戶基本上都是有500萬的資產 屬於一個中山小富豪的標誌 我就斜遠了 其實不是這樣的 今天我也是想帶大家去看這個項目 平時我就帶大家看得多一些遺憾式 今天我就帶大家看一個 一字版樓的一個樓盤 我又約了一個美女 我們一起去項目看看 現在我們就累到這個銷售中心 非常之有行 邀請到Sisi 跟我們講解一下這個項目的 一個交通的周邊情況 麻煩Sisi跟我們講解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新力帝柏灣 是處於一個中山的新小嵐片區 位於廣福大道和麗城路的交匯處 通過我們的廣福大道兩分鐘 即可以跌跌到一個中山的105角度 整個105角度是貫穿了 整個中山的南北走向的 通過105角度的話 我們是11分鐘就可以到達這個小嵐的一個輕軌站 說回這個小嵐的輕軌站 都可以去回香港 去回廣州南 轉回廣深港高鐵 去回香港的西九龍 都可以的 交通的情況都不錯 這邊的必須是屬於這個鎮區的 想問一下這個項目周邊的一個商場的情況 去哪裏可以去買東西的 這樣購物的 圍繞著新力帝柏灣的話 周邊我們是有三大商圈的 第一個是一街一個超大型的生活超市 還有一個朗豪峰的商業一條街 還有我們最出名的小嵐的一個網紅打卡店 匯豐城 OK 匯豐城其實我都去過 它這個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端的 除了這個商場 它項目的一個教育資源又是怎樣的呢 講到教育資源的話 我們這裡的教育配套非常之豐富 圍繞著我們項目1.5公里的一個範圍之內的話 已經有六間幼兒院 三間小學 還有一間高中和初中的 所以小朋友一個十五年的一個教育的話 一斬式就可以搞定的 OK 那不需要擔心小朋友的一個 就是班學的一個問題 那這裡的一個醫療情況 其實我也知道 就是一個公升的一個醫院 是一個鎮區的醫院 那附近的 就是買在這裡 可以去哪裡散步玩 散步玩娛樂的話 就更加非常方便 我們項目的對面馬路 300米左右的話 有整個 東星最大的一個休閒廣場 叫做旭逸公園 好多時候 小朋友 家長 休閒週末的時候 就會去這個公園玩 這樣子 OK 那這裡 就是這個區位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現在就看這個紗盤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沙盤的一個位置 看到這個項目也算是一個小型的一個樓盤 麻煩詩詩跟我們講解一下 我們現在整個樓盤的一個佔地大約是31畝 我們是由一棟的商貼體和八棟的一個住宅樓所建成 亦都是分了兩期去開發 這裏就是我們的一期 那它的車位是多少 我們的車位大概是1比1的一個比例 那它一個總戶數會不會很多呢 不會的 因為我們這裏是一個低密度小高層的一個住宅 一期的話我們大概是200多戶人 所以地大人用戶小所以人均的一個花園面積是非常之多 我看它這個屋苑的一個設施做得都不錯 你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這個屋苑的一個配套設施嗎 首先呢 洞與洞之間的這個空地的話 我們是打造一個全年齡段的一個健身廣場 分別有我們一個樂玩天地 即是現在小朋友玩的一個地方 還有我們旁邊的一個健身器材 還有我們中間的話有大人玩的一些跑道 還有我們一個耳目球場 ok 也有很多遊玩設施 是呀 那你這些架空層會做些甚麼呢 因為不同的項目都有不同的一個做法 那你又講到我們的特色了 因為我們一樓的話它是不起樓的 我們一樓全部都是打造4.5米層高的一個飯會所 ok 而且每一樓都有不同的一個會所的特色 好似我們現在二樓底下的話 做的一個就是私人的一個健身房 三樓是一個咖啡的休閒會客廳 五樓樓下是一個奇藝的排藝室 還有我們四樓樓下是做小朋友一個4點半的一個學堂 嘩 選擇都非常之多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項目的一個在售情況 現在是買哪一樓呢 我們現在主推是我們一個四樓的一個樓樓位置 因為它比較靠近小區的一個中心點 前後都是可以望花園的 ok 它總層高是幾高的 四樓的話我們最高是14層 14層 是嗎 ok 現在在售的面積是幾大 我們現在有兩個戶型 一個是89方的二階一房 即是三房兩廳兩位 ok 還有一個是117方的三階一四房 兩廳兩位 ok 想問一下這個物業公司是在用多少 物業費又是多少呢 我們的物業的話是採用國家一級資質的一個新力物業 即是我們自己品牌公司的一個物業 ok 那什麼時候交流整個一期的話 我們最遲的話是2022年的6月30日就可以收樓了 ok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價錢 價錢的話我們現在的一個均價呢 是去到1萬1500到1萬2左右 ok 那就是大裝修的是不是 全部都是大裝修 ok 那我們就不說太多 現在馬上去看看示範單位 嗯 可以了 現在我們就看看這個交流標準 就是一個89方的一個三房兩次的一個示範單位 ok 一入淚 門前有一個小掛鉤 做到是非常之鐵心的 這個值得讚一下 這個不是平常我們所見的一個智能門鎖 他就做了這個降測的一個防渡門 那對入淚就是一個廚房的一個位置 都是一個推拉門的一個設計 那廚房就是一個套路位的一個設計 那電器這方面到時是開發商去定制的一個產品 那這裏呢 入淚 一個圓關位 這個也是一個交流標準 可以放花很多的東西 那再跟進入淚就是一個飯廳的一個位置 那飯廳的位置呢 他目測可以放一個四人的一個餐袋 其實再加兩個椅子都沒有問題 那看這個客廳的一個位置呢 他一個闊度 是有三米二的一個闊度 那他這個到時可以放沙發 茶餐和電視櫃的都沒有問題 那再看看外面的一個陽台的位置 那可以看這個陽台 是不是採光為非常之充足 那到時都可以放這個洗衣機在這裏 在這裏浪衫都沒有問題 那它這個潮是東冷的方位 非常之靚 那對測去 那這裏呢 是現在看到一個工廠 那其實這裏是新力的一個發展商 第二期的一個開發的地皮 那這裏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太熱了 進去看看房間先吧 那當然都是按步驟過來吧 那客廳的一個位置都是一個中規中矩 那稍微是偏大一點點 那這些都是一個開發商到時定制的一個產品 那我和大家去感受一下一個空間 是一個中規中矩的 一個臨浴區的一個位置都ok的 不會顯得很別 就是很稠的 那可以看看這個設計 就是一個在SOS 即是緊急的一個警部 到時是會聯繫這個物業的 它這個客廳 和這個客廳 和這個圖廳那裏 都有一個這樣的設計裝置在那裏 那我們再測回去 看看這個客房 這個客房 目測的話 都有九十到一百尺左右 它這裏有一個飄窗 露台的一個位置 這個採光是非常之慢的 那到時的話 可以放一個一米五的床 都沒有問題的 那在這間客房 對漆去的那間 就是一個書房的一個位置 那其實可以看到 可能是偏小一點點 那但是呢 你利用賣外面的一個陽台的位置 那你又覺得是非常之大 甚至可以租回一間房的 那到時這裏呢 可以找我們龍騰公司 是吧 一個裝修團隊去打低這些 製造側面的一個封窗的設計 那我們最後就看看這個主人間 是吧 那主人間 也是一個套廁的設計 是吧 那看看它的衛生間 看看它的位置 究竟是怎樣 OK 這個位置呢 就是一個比較中規中矩 和這個客戶 通間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牌子呢 不用說都是到時的一個 開發商去定制的一個產品來的 那它一個位置呢 即是房間裡面的一個空間 都是非常之夠闊落的 那到時可以放一個衣櫃 一個一米八的一個大床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這個示範單位呢 就看完了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這個 放回家具的117方 究竟是怎樣的 走吧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到這個示範單位了 那是非常之奇怪 因為剛才都有提了一下 兩梯四壺 那這個樓盤呢 它就不是這樣的 它是一梯兩壺 因為它將一個大堂 分開兩邊 就是這個電梯服務這兩壺 那連接這個消防走道 那另外那個電梯呢 也是服務另外那兩壺單位的 是非常之方便 而且有這個私隱性更加強的 那我們現在就先看看 117的三房單位先吧 那跟平時的不一樣的就是 平時我們多看的都是這個智能門鎖 那它這個只可以鎖匙入門 那這個是這個新力的一個開發商 它定制的一個鋼材的一個放倒門 那它一個後面呢 就是這個入戶圓關位 就是可以放回鞋櫃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進去看看這個飯廳 它的客廳呢 其實已經是做了四人的一個餐台 那到時呢 你都可以後期加回兩張椅子 去做一個六人的一個餐台 那當然我只不過建議給你的 這個並不是交付標準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廚房 那廚房呢 那廚房呢 是一個U字形的一個設計 細設主呢 是有餘留在一個空間的 那這個冰箱位呢 也是有餘留的 那儲櫃呢 那還有這個電器的一個三件套 那也是這個發展商定制的一個品牌 那我們就去檢查一下 那可以看看它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廚的一個位置是非常之寬落的 那它一個開間 其實有這個三米七這樣的一個寬度 那你看看它這個擺了沙發 那還有很寬落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接著看看陽台 那陽台的話呢 它都是非常之夠長的 它有這個七米的一個長度 那這個陽台呢 就連接回這個兒童房 那我們現在都可以去窗那裏 直接這樣開門去看看 那這個呢 它就設計了一個兒童房 非常之可愛 那它這個位置呢 都是非常之寬落 可以看到它已經放了兩個床頭櫃 以及一個一米的一個床 衣櫃位都有餘留好的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轉動的空間 都是非常之寬落的 那再跟著看它對面的 都是一樣做了一個兒童房的一個設計 那可以看到這一間房 都是好像一個兒童房的一個設計 那它一個採光度 都是非常之充足的 那衣櫃位都有餘留島的 那它可以看到 已經是沒有一個飄窗的 那放一個1.5米的一個床 都沒有問題的 那這裏都有一個活動的一個空間 那這間房最大的一個亮點 就是在我身後的一個位置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一個乾濕分離的一個公共衛生間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都是這個新歷的發展商 去定制造的一個品牌 那在我身後呢 是一個陽台的一個設計 那這裏呢 那到時你可以造回這個書房 或者是麻雀房的 那其實呢 這個呢 到時候後期都可以 找回我們公司 去封回這個玻璃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最後就看看那間主人房先 那最後這間呢 肯定是一個主人房 那我們先看看它一個 吐翅的一個空間先 那也是一個發展商 它定制的一個馬桶 那這個洗手盤水龍頭 那還有這個臨浴區的一個花灑 那也是一個定制的 那可以看到它非常之鐵心的 做了這個衣架 那不是 算是龍毛巾那些 那再進去感受一下它這個空間 臨浴區的 那位置呢 都是ok的 那可以轉動 而且可以看看它一個小細節 它做了一個槽裡面 可以放回這個沐浴爐 那出去看看它的房間 那可以看看這個主人間 那它的空間非常之闊落 那可以看到它擺了兩個床桌櫃 一個衣櫃的一個位置 還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一個走動的一個位置 真的非常之闊落 ok 那這兩間的示範單位 我們就看完了 那接下來呢 我就和大家做一個總結 那現在呢 我就來到這個小鬧的網紅打卡點 在匯豐城 那很多年輕的人 都來這裡打卡 包括我 那除了這個打卡 都有很多吃喝玩樂的東西 那ok 那我就不需要套留那麼多 那大家呢 就有空可以過來這裡玩一下 是吧 體驗一下 都不錯的 那我現在呢 就不說那麼多 和大家做一個項目的總結 那項目的一個交通配套 一個情況 都算不錯的 那隔離呢 就在這條105角度 是否交通都ok的 那接回這個高速7日口 都是非常之快的 那距離這個小攬站的一個輕軌 都是非常之快的一個站點 但是11分鐘就ok的了 那再說回這個項目一個屋苑 那項目的屋苑 就不是說很大雷 那它這個弧形 其實說實話 實用率並不是很高 那裝修即是膠樓標準的一個 都不是說非常之好的 那所以這個項目就給了2.5條龍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都可以在下面的評論區留言給我們 那今期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記住啊 不想要南美 龍騰幫到你 我是龍騰國際愛吃 拜拜 我是龍騰國際愛吃 在哪些大家 可以去下山 坐在岸口